好 所以地球很強 那我們現在來關注整個宇宙的結構 譬如我們可以從那個看198月份的看到 從宇宙下面有星系 就是不同的那個銀行星 銀行星裡面有很多恆星 像太陽就是恆星 恆星下面也有行星 像地球這個行星 有所謂的矮行星或小天體 這是什麼 譬如說像有些 有些小的那個石頭 它繞著太陽鑽 可是它體積大起來又很小 小到我們不認為它是個星球 像這個小行星蛋 它有一個區域 都有一些小小的石頭繞著太陽鑽 那個區域我們就說那是小天體 矮行星像以前我們講說九大行星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九大行星嗎 八大行星 現在叫八大行星是因為 它比較醉醉的那個行星非常出名 我們不認為它 它夠資格稱為行星 因為它太小了 所以它就是叫做矮行星 好 那每個星球 每個行星外面 它有一些煩惱的 那就是衛星 衛星 像地球的話 就有個月亮 月球 是衛星 那像土星的話 外面有衛星 土星外面有六七個衛星 還是五個衛星 六七個衛星 好 這是整個宇宙的結構 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 行星又有不同的成分 像我們比較靠近的太陽的位置 我們通常就叫類地行星 水星啊 金星啊 地球火星叫類地行星 所以類地行星就是說 它有堅硬的表面 它是硬的 類木行星 像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洪星 這個東西主要是以氣體為組成的 但是有些是冰 冰啊 液體啊 氣體啊 它主要是以氣體為組成的 所以它是所謂的類木行星 所以類木行星通常它體積比較大一點 因為它的密度比較小 它體積比較大 好 那開陽系 事實上還有一個叫彗星 最有名的 有一個固定週期 會來造訪開陽系的彗星 哈雷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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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76年我來一次 現在有一個 在我 我記得是十五年前 十五年前 在地球的一個彗星 還有波浦彗星 還有波浦彗星 它彗星 它來之後 那時候剛好有機會 有去阿里山出彩 那它出現的時候 就是你在天空看了些它的位置 大概是早上凌晨4點的時候 看比較清楚 剛好撤開那邊 然後有點 有點憋不住了 需要去尿尿 啊 彗星啊 彗星是一種很小的星體 它本身是一個冰塊 所組成的那個星體 是喔 冰塊 為什麼 宇宙中有很多氣體 很多種氣體 那因為彗星在前進的過程當中 這些氣體 因為它還有一點點滴馬 就吸引你下去 它氣體在很低溫的時候 它是冰塊 乾冰是不是冰坏 乾冰是不是氣體 是氣體 像我們簡單來講說 大部分的星球 它事實上沒有水分 我們講到冰事實上是不能講冰 應該是說氣體的固體 氣體凝固的時候的樣子 但是我們習慣習慣叫做冰 事實上它是一些固體 那些固體是由氣體凝固的成本 好 如果是太陽的話 大部分的星球都是照了太陽轉 以一個類似同行員的方式 照了太陽轉對不對 彗星很特別 彗星照太陽的方式是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 它是一個很狹長很橢圓 非常橢圓的一個軌道 這叫太陽轉 所以它就像這樣進來 在這邊想讓它越快就太陽 速度就很快 很快就走 越遠的地方速度就越慢 然後再過來就越來越快 就很像籃球投籃有沒有 洗溝有沒有 繞一圈就出去了 進來投籃繞一圈出去了 這樣改靈就會形了 那彗星在很遠很遠的地方的時候 想讓那邊就是一些灰塵 宇宙通的灰塵 塵埃啊 它堆起來的過程會黏下去 會黏下去 所以它就會 在這邊它體積會變大 進來的時候呢 太陽很熱 太陽很太陽風 它輻射出去 所以它照到這個彗星上 彗星上面的表面就會蒸發 蒸發就會變成一條 這個所謂的氣體 所以你彗星通常彈到了身上 長長尾巴 它有點長長尾巴 在後面 它跟流星不一樣喔 流星會長的 流星看過了吧 又不見了 這是繡法星 流星不是繡法星 流星我以前 我以前高中以前 太懂流星彗星不差 流星是天空的一個小灰塵 就大概是這麼小灰塵 從雨中到地球的時候 因為地球有空氣 所以它有空氣阻力 會形成高熱 所以它掉下來之後 那個瞬間會燒起來 我想這個大小灰塵 就是這麼大小 從宇宙中這麼大小 一個石頭掉到地球 那這個空中就 就燒起 看到一個很大 明明它的活動 這是流星 彗星呢 你可以看到它 定在空中不動 感覺它就是個星星 它定在空中不動 但它帶有一個長尾巴 正常尾巴放得這樣 因為它是在這裡的時候呢 通常這尾巴是因為太陽的關係 它太陽的輻射跟太陽光 會把它尾巴往這邊吹 所以它尾巴由於是背對著太陽 比如講這個彗星的話 太陽那邊 尾巴就在這邊 如果彗星跑到那邊來之後呢 太陽這樣造成它 它尾巴就在這裡 懂意思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我們在太空中 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在看那個星星 它拖了一個長尾巴 定在空中不動 那一個灰形 這個尾巴通常是很暗淡 就是有點像雲一樣 暗淡淡淡的這樣一條 一個尾巴 我說那時候我就四點多 開車到菜 我們去出差 到阿里山 我就瞎瞎瞎瞎 結果頭正對著 眼睛看到就是一個 結果它也破不灰心 非常清楚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在相機 也沒有拍 沒有照相 很可惜 那 你去查阿里 波波還可以查到 威脊桑前 它是最近幾年來 進來地球 太陽系裡面 比較亮的彗星之一 我在高 高一的時候 剛好發了彗星 來到地球 所以高一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每天下午放水之後 就在學校拿電話 你去再看 就找 但是很可惜 我找到快兩天沒有找到 沒有找到 沒有找到 哈雷彗星 因為不容易看 我們學校的位置 因為它是在 那時候據說 台灣那個觀測位置 比較理想的地方 是在 傍晚時間 大概五點到六點 剛剛那個時間 是夏天 所以 像太陽下山裡頭慢 啊 太空中 天空中 比較亮 比較亮 那你要看那個 而且它離地的角度 大概十 十度左右的角度 所以 你要用平的角度去看 看遠方的天空 並不清楚 看得不清楚 所以 我找了很久 我都沒有找到 他的彗星 所以蠻可惜的 哈 這彗星很可動 好 所以整個 太陽系的結構 帶有這些東西 有行星 有矮行星 有一些小天體 有彗星 彗星 彗星有分小天體 其中一種 好 這邊第四點 我再讓你們 請你們算一下 假設太陽大小 是一個直徑三十公分的球 來比你們 真的太陽系的大小 是多少 這部分要麻煩各位 去可能 Viki查一下 質量 太陽系的大小 太陽的大小 查一下 去比 換算一下 比如說 假設 太陽是這麼大一顆 這是二十公分 太陽比這大一點 是三十公分 那整個雲和系有多大 想一下 好 計算一下 好 銀河系 你知道我們的銀河系 不是銀河系 不是銀河系 太陽系說的 太陽系到底有多大 太陽系到底有多大 算一下 從 假設太陽這三十公分的球的話 那到底太陽系有多大 好 那現在我們都說 地球是太陽系裡面 唯有生 目前還已經知道 唯有生命的星球 那現在很多人在想說 會不會火星上有火星的人 為什麼會 大家這樣想 現在跟地球最相近 跟地球最相近 現在離地球很近 那另外一個是 溫度 四大物度有沒有很好 它物度很低 物度很低 那因為以前有個科幻 有個科幻小說 以前那個 用網去看火星 就看到一條一條的 他說那是銀河 看起來很像銀河 就是說 火星上有一些火星人 在開發銀河 所以他們一定有創造 有一些建設 所以那有火星人存在 所以就有科幻小說寫 火星上有火星人 那 就有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在內心裡面 希望火星上有人 有一個外星人在那邊 那現在太空船 我們也發射太空船去了 探索號去火星 開始 在火星上走 探查 看有沒有生命 那它探查的重點是什麼 因為它會急著 蛤 那我們可以急著 它探查有沒有火 有生命 怎麼知道它有生命 或者它探查 什麼東西它可以去掉 化石啊 它會從資源 沒有水 生態 水啊 空氣啊 它第一個先看有沒有水 氣體啊 氣體一定跟地球不適應 但是也沒有關係 因為地球早期 比較早期的地球上面的空氣 也沒辦法讓我們現在的人活著 因為早期地球上的空氣 基本上是夾管之類都組成的 是一些 是一些我們目前來講話 是對我們來講的毒氣 對我們人類動物來講的毒氣 的環境 可是後來因為有一種 有一種細菌出現了 這細菌會吸收這些毒氣 轉換成氧氣 可是現在氧氣 對那種生物來講 反而是毒氣 可是因為這種細菌突然 大量含詞 把地球的氧氣 供應的比較充分 所以地球上的 整個大氣結構被改變 那種細菌的 那種細菌目前還有 沒有錯 所以火星上第一個沒有氧氣 說明它有一種生物是 不是吸收氧氣的 是吸收別的空氣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有可能 那有可能那些都不用水 但是水這個東西基本上沒有辦法 不行 沒有辦法不用 沒有辦法 就把水災進去 因為它水又不會消失 水 水目前來講 他們探測 好不容易探測到 火星的底下有冰 有水結成的冰 所以他們認為 有可能在火星以前是有生物 那水又不會消失 那蒸發也會蒸發 水其實也會消失 如果在月球上的話 水是有可能會 因為它蒸發完之後 它變太陽照 它變成氣體 它因為 月球的引力很小 它變氣體之後 就飄到月球中去 火星吧 我剛剛講說 火星 那火星的引力稍微大一點 但是也是有可能會不見 但是那引力大勢 有可能會把水 流在它自己表面 所以它表面像是 地下 再不行就放到類似 太空船裡 那你水就會在裡面 對 可以啊 但是目前來講 就是我們今天找到水 才有機會找到生命 那因為水是維持生命的 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有時候三大因素 維持生命三大因素 一個是水 空氣 還有那個是什麼 食物 還有食物 或者是能量 太陽 我們今天講太陽 所以水是我們目前要找一個 那火星有大氣層嗎 火星有大氣層嗎 火星有大氣層 好 那比地球靠近太陽一點的地方 我們推測不容易有生命 是因為它溫度太高了 譬如像金星 它可能溫度高的時候 會到幾百度以上 好 所以說它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有那個 有生命 太高了 溫度太高了 那火星的表面大氣層很小 所以它壓力也很小 那壓力也很小 相對來講 它氣體也很少的話 表面它的溫度 上升下降差異很大 像那個什麼 像月球也是一樣 月球照到太陽的地方 可以到一百 一兩百度 轉的地方沒有照太陽 幾度 負兩百多 也是 負兩百多 有時候負兩百多 因為大概是負一百多吧 負一百多 可能因為快負兩百多 它很低的溫度 它變化很大 它變化非常大 那火星也是一樣 好 這整個是宇宙的 目前太陽系的一個結構 好 那太陽 我們現在講一下地球 地球的狀況 地球 按照我們目前所理解 地球是到太陽再轉 假設中間是太陽 好 地球是這樣到太陽再轉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公轉 公轉 公轉的周期多少 多久到一圈 一年 一年到一圈 那 那地球在自轉 好地球在自轉 像是地球 所以就在自轉 地球是這樣轉 來自轉 我這樣轉對不對 不對 是這樣轉還是這樣轉 這樣子 它是由西向東 OK 所以我們從 從北極往下看的時候 它是逆死針轉 從北極往下看的話 它是逆死針轉 目前鏡頭這樣轉 然後它繞 它繞 太陽是怎麼轉 是這樣繞呢 還是這樣繞 幾個 第二個是這樣繞 喔 不是喔 它還是這樣繞 從北極往下看的話 公轉跟自轉 很同方向 都是逆死針 都是逆死針 所以 那地球的公轉 我們剛剛講周期11年 它地球的自轉 周期做到 一天 所以你看 假設太陽在這邊 我人在這裡 太陽在那邊 人在這裡 這時候是什麼 是什麼 中午時間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它轉 轉到 以台灣來看 台灣 找不到 不會了 台灣的亞洲 亞洲在這裡 所以台灣在這裡 看到沒 看不到 台灣在這裡 台灣在這裡 我 太陽在這邊對不對 好這個時間 在台灣應該感覺到是什麼 是幾點 太陽在這裡 太陽在這邊 地球在這裡 台灣在這裡 差不多 大概五六點 差不多 準備天亮 對不對 那接下來到 然後這邊 幾點 十二點 十二點 對不對 然後這邊 五點六點 就是下午五點六點 所以太陽下山對不對 太陽是往西邊下山 所以這邊是台灣的西邊 對不對 你看 好 那 接著到這邊的時候 是幾點 十二點 十二點 大概半夜十點 十一點 十二點 十二點 大概半夜 所以你看 這邊 中午十二點 這邊晚上十二點 隨常到半圈要多久 十二個小時左右 隨常到一圈 二十四個小時左右 差不多可以這樣想像 方 所以這是 就是 晝夜交替 變換 那我們 我們 我們台灣為什麼 有四季啊 台灣很特別 台灣有四季 那 我要問 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也有四季 有沒有寫國家沒有四季的 有 哪裡國家沒有四季 北極 北極只有 北極沒有四季 那它是什麼 北極不是 有夜晚 北極這邊 北極不是夜晚 北極不是夜晚 有一段時間 睡著 它就只有跟白天 跟晚上 欸 也不這樣講 它有白天晚上 但是它有季節 我們現在講季節 好 如果說講 晚上白天的話 可以這樣想 好了 這是 欸 我要準備個教訓 對我叫教訓 但是沒有關係 好 還是要說 還是要說 看一下 這假設是陽光 這陽光 射過來 我們現在 目前的陽光亮射過來 因為地球的 地球的自轉軸 剛好很奇怪 跟黃道面 乘23度 23.5度的一個斜角 什麼 那黃道面啊 看起來 所有公轉 所有行星道的太陽公轉 這個面 叫做黃道面 所有的星球 目前來講 只有地球的旋轉 是有傾斜角的 那是那個 就是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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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海王星 它是整個 90度 它是這樣子 對 但是地球是有傾斜角 譬如這樣 土星它就沒有了 那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轉了 那這樣轉 所以 原來這樣 跌在星球上 就沒有什麼的四季 除了四季 因為它 每天 太陽都從這邊照過來 所以它基本上 不管是 烙暖的地方 太陽對它的照射 都是一個效果 對不對 不管哪一年 可是 太陽 地球不一樣嗎 地球這樣子 的方向的時候 如果太陽照過來 好 哪一邊被直射 是不是 南半球被直射 可以看得清楚嗎 南半球被陽光直射嘛 所以南半球比較熱對不對 是不是南半球比較熱 那這時候我們說 這個位置 誰是夏天 南半球 南半球是夏天對不對 南半球是夏天 好 反過來 如果太陽地球繞到 繞到這邊了 繞到太陽的這邊了 好 太陽上直射 誰被直射 北半球 北半球被直射對不對 是不是意思說 直射北半球 對 直射北半球的時候 北半球是夏天啊 我們在北半球嘛 所以當太陽上直射北半球的時候 北半球是夏天啊 那春天會是什麼情況 中間 好 當他繞到這個點 或繞到這個點的時候 好繞到這個點 我看一下 太陽這樣直射 直射哪裡 直射四道 當陽光直射四道的時候 我們北半球或南半球 不是春天 就是秋天 好 當他移到這邊的時候 你看 太陽直射四道 直射四道的情況下 對北半球或南半球來講的話 他受到太陽的影響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這時候我們就說 一邊秋天一邊是冬天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從北半球的角度來看 太陽直射 南半球 所以這時候是什麼天 北半球是什麼 冬天 冬天 冬天下來 然後這邊 春天 春天嘛 北半球是春天 再到這邊 夏天 因為北半球被太陽直射 再到這邊 又直射四道 這時候秋天對不對 以北半球來講的話 太陽直射四道的時候 我們的天氣是 春天或秋天 因為簡單來講 可以這樣想 好 這是第一球的大小 當陽光照過來的時候 好 就這一塊你看 這邊是槌子角度被照射 所以這麼多的陽光 是不全部打在地板上的 所以這塊是很熱的 我們往北一點來看 我一樣是這麼多的陽光照過來的 可能它打在地板上呢 這麼多的面積被接受到陽光 是不是這麼多面積 接受到同樣的能量的陽光 那所以這 以這個地面來看的話 這個地面的能量多還少 是很少 是不是很少 好 這是能量高 所以我們從尾部來看的話 你越遠的地方 越南北極的地方 事實上會比較冷也是合理的 因為你看陽光照射出來 你看這麼多的面積在分享這個陽光 是不是它比這個面積更多 所以它得到能量更少 每個地方走得到能量更少 所以它就會 就會很冷 很慢的時間 好 那這樣解釋南北極 南北極的永久跟極夜 好 你看一下這是地球 我陽光如果是從這邊打過來的時候 打過來看陽光照到哪裡 陽光是不是只有照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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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理由 簡單再講 我們可以這樣看 我們做個實驗 這是雷射屏齁 來 看著齁 你們仔細看 旁邊會不會有陽光照到的地方齁 這是北極齁 這點是北極齁 我現在陽光從很遠的地方照過去了 你看北極會照陽光 北極會照到光線 南極會照到光線 南極會照到光線 南極會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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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北極會照到 沒有 北極會照到 北極沒辦法照到 北極沒辦法照到 北極會照到什麼天 是晚上 他是沒有太陽光 沒有辦法照到 是永夜 對不對 南極可以看到陽光 而且你看齁 不管地球怎麼轉 在這個時候 地球不管怎麼轉 北極都沒有照到陽光 北極一直都沒有照到陽光 西北極會照到 從這邊開始 這邊可以照到陽光 在這個地方北極會照到陽光 一點點 比較像是清晨或白天的感覺 基本上剛切過去 斜線切過去 是不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北極 在這個 春天 在秋天的時候 感覺上是 感覺上是 好像是太陽 已經在快落 快下山了 在地平線的位置 然後 我倒倒倒 到這邊 我只能到一點點的時候 這個北極 正中心的北極這個點 就看不完陽光了 太陽下山了 太陽下山什麼東西 才一直在升級 這裡 到春天的時候 之後春分 太陽直射北半球的時候 直射赤道的時候 北極又可以趕到太陽 所以這半年 對北極來講 是什麼 也沒有到五極嗎 上不到五極嗎 就是 有一點大概是六七點左右的天氣 你看不到太陽 但是天空是有點顏色 有點亮 我曾經在二月分的時候去奔 那奔蘭 離北極就很近 奔蘭其實有一段 有一小塊地圖 在北極 我們二月的時候是冬天 所以冬天 地球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他早上 早上太陽升起的時間 大概是十點左右 下午大概三點四點的時候 太陽就下山了 那你想說 那從三四點之後 天空就霧氣罵黑了 也沒有 天空就這樣灰灰的 沒有很暗 但是也不知道 完全上不見光明 這樣子 就是灰灰的 那早上也是一樣 早上我們五點多 六點多起床 準備去上班了 準備去 去看 去那個 拜訪那些學校 我們大概七點多出門的時候 天空也是灰灰的 就不是暗暗的 就是天空灰的 但是太陽沒出來而已 你看太陽出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 太陽出來的時候 就下山了 太陽不會到天頂 因為就北極這邊來看的話 你太陽不管怎麼知道 太陽跟它有 都在斜斜的 很低的地方 不會很高 不會到很高 像我們會覺得太陽很高 會在什麼地方覺得太陽很高 地球在哪個角度 會覺得太陽很高 假設我們在冬天的時候 我們冬天的時候 我們冬天的時候 北半球的冬天的時候 在地球的哪個角度 會覺得太陽可以在很高的位置 南無歸線 南無歸線的地方 在南半球夏天的時候 會覺得太陽可以到天頂 最天頂的地方 到春天的時候 哪邊會覺得太陽會在天頂 適當 南北極會覺得太陽在哪裡 太陽最高會在哪裡 太陽最高會在哪裡 太陽最高就是斜斜的 就是在那邊上面 太陽永遠在那邊 太陽怎麼走 太陽這樣走 所以在北極的一天 白天的時候 你剛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覺得 太陽在它的 它在哪一邊 太陽在它的 南邊 在北極的地方 在北極的地方 會覺得太陽在它的南邊 是南邊 然後 經過了十二個小時之後 他覺得太陽在它的 應該不能講 在北極到南邊 是南邊 北極的四面八方都南邊 對不對 對 我在北極 在這個點上的時候 是不是它的四面八方都是南邊 東西南邊是相對位置 相對方向 沒有 就以地球來講 東西南邊 都分相對位置 我們有定義南北極 所以在南極跟北極 北極跟南極是 在北極上 你有沒有定義南邊 在北極點上的話 四面八方都南邊 那就等於沒有必要定義的意思 那就等於哪一邊都不是哪一邊 不太容易定義它的南北極 但是它有定義它的精度 從東京西京的精度來決定好 所以它的早上 太陽可能在這邊 到了傍晚 晚上太陽在這邊 所以它的 在春分或秋分的時候 春分或秋分的時候 太陽容易在水平線上 在地平線上的位置 太陽不會升上 太陽沒有在這邊 只是這樣繞一圈 繞半圈 繞半圈 應該是繞一圈的 因為到天黑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太陽的時候 他還是看到太陽 所以基本上 在春分或秋分的時候 在北極上的人 就看到太陽 是這樣繞一圈的 太陽是繞一圈的 他從白天到晚 永驟 好 那怎麼睡覺 睡覺 時間到就睡覺 早上你可以睡 對啊 白天到晚 好 所以在冬天 這個半圈的時候 北極的人會覺得 都是天黑的 因為太陽都沒有升上 到了春分之後 到了夏天 到了秋分 這半圈呢 北極的人 永遠被太陽照射 北極的人永遠被太陽照射 對 你只看到太陽是這樣 譬如今天是春分 所以太陽這樣浪 好了 隔一天 太陽再高一點 再隔一天 太陽再高一點 太陽再高一點 到了這個地方的時候 太陽最高 最高幾度 45度 沒有啦 最高是23.5度 因為我們的角度是23.5度 所以對他來講 陽光直射北回歸線的那一天 他會看到陽光是從北回歸線上照射去 到了那點之後呢 接下來 到了 這是夏至 到了七八月 八九月 九月 十月的時候 他覺得太陽在哪裡 在23度以上 23度以下 不會在以上 因為他怎麼樣 陽光照射不會到這個角度來 陽光永遠都是這個角度 六點這個角度低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呢 你看 陽光照過來就變低了 你看人站在這裡想一下 陽光就變低了 所以 就北極這個點上的人 他覺得陽光最高是23.6度 過了夏至之後 陽光一開始往下掉 掉到哪裡 掉到這裡的時候 春分的時候 秋分的時候 陽光用到水平線 地零天上 所以假設有些人說 我們想拍日出的照片 在哪邊可以拍最久的日出照片 在北極或南極 你可以整天都在拍 整天都拍日出 因為太陽應該不會 那一出就是半年的時間 一日出就是半年的時間 一日出就是半年的 曖昧 不要 about 我剛剛喝過去 不是哦 去魔鬼喔 你在幹嘛 這是你手機嗎 是手機 什麼 什麼 還有一塊聲音 小瓜在落碎 不硬嗎? 欸?這是什麼? 熱弄一下 應該是從這個縫板 在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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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 樓上吹的 到那個縫板 這樣擋住了 都摸不到 都摸不到 有東西啊 但是不知道什麼 都沒有 有啊 在那邊啊 在動 看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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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咧 竹槽 有看到蜜蜂嗎 不是蜜蜂,應該是老公 好酷喔 是那個誰嗎 好酷喔 所以這邊也會有 有可能 我看到了,就是這邊 這邊也有 這裡 歷息有什麼需要是這樣的 看 各種不同的生物 好 這裡也有 好多 這更多 整片都是 整片都是 好 有 我看到這邊有 有東西在動 應該是 所以呢 因為我們地球有 2-3D度角的一個 一個傾斜角 那我可以問一下 你們知道為什麼地球會這樣 那自轉是傾斜的這個 所以有什麼關係 那它轉動 因為有月亮 月亮怎麼樣 牽引著它 對,有的說法是這樣 因為月亮到地球轉的 角度就是2-3D度 然後慢慢的讓地球 有自轉角度被 拉扯成了這個角度 那 另外一個說法 另外一個說法是 另外一個說法是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當然這東西也難講 因為月亮到底怎麼形成 目前人家的樣子 因為 有人說月亮是地球的 軟身兄弟 為什麼 因為月亮 聽說是這樣 月亮的形成是 聽說有一個 目前可以叫的說法 就是說 有一個大雨石 撞到地球 撞到之後地球 被砰 爆出一塊 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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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太空中去 結果這塊 彈出去的那塊 角度剛好 就可以讓它 繞著地球轉 就這樣 它就形成月球 那你們說月亮有些 半天 目前 從太空船上看起來 因為第一個 這邊有幾個嬉笑的地方 第一個是 我們 我們絕對看不到真正的照片 目前我們沒有辦法 有人 有能力 除了NASA 或幾個國家 他們能力發射太空船 到月球上去的人 他知道 月球後面是什麼 我們這些人 都不會知道後面是什麼 對不對 後面是什麼 根據他們後回來訊息 後面還就是後面 後面還跟星球一樣 跟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 星球很類似 就是 就是跟正面是一樣的結果 可是很特別的是 基本上 我們目前沒有看到別的星球 攻轉的時間跟自轉的時間 是一樣的 只有月亮是一樣的 月亮到地球呢 永遠都是這一面長的地球 它自轉 就是對月亮來講 月亮自轉一周 也是二十四朝 不是二十四朝 是一個月左右 它攻轉地球 到地球一周 也是一個月左右 所以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星球 它永遠都一個面 超著地球 所以現在有很多科幻小說的作者 他們就說 自然月球是一個外星人的 偵測太陽 偵測地球的一個太空環 所以它為了偵測地球方便嘛 所以它一定在某一面 一直藏著地球 對不對 它這種方便看地球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它可以當作地球轉 一直在偵測地球 這地球後面到底是什麼 除了幾個去過太空的人 他們國家他們傳回來訊息 可以讓我們知道出來 我們沒有能力知道 所以 現在Google它在成功發了一個獎金 它發了一個獎金 它提了一個獎金 大概是一百萬 一百萬美金吧 它說 任何一個民間 不是NASA組織 不是各個國家的太空組織 不是 你任何一個人 才有能力 能夠照到 月亮背後的照片 提供給Google 然後你當然 他現在要做 Google要做 Google提供這樣的獎金 他要做月球 他沒有做月球 他要提供一個獎金給你 你只要能夠提供照片給我 證明你的照片 是真正去拍月球後面的照片 我就給你這個獎金 明天還沒怪 明天就是 明天就是 你還在什麼 目前 來講 像台灣有人在發射 太空船 目前他們據說 他們所需要的成本 比 比什麼 美國其他的 太空的一些 太空中屬 他們所需要造 太空的便宜 因為火箭來的便宜很多 也是有 但是目前來講 沒有做到很大一台 還是只做一個小的一個 承載 但是 目前來講 因為有個好處是 目前很多的微科技 像我們現在就是 太空的便宜等 微機構 已經發展了很難成熟 所以現在的衛星 以前的衛星 以前太 地球要發生一個人道衛星 那衛星大概就是 什麼可能是 我們這樣子 這幾張桌子 這樣子這麼大 一個人道衛星 所以你的太空環要更大 那比例可能1比100 就假如人道衛星這麼大 你看太空環就這麼大 很像我們的能力 你可以做出什麼 罐頭衛星 什麼罐頭衛星 罐頭 對 你把衛星做成像罐頭一樣這麼大 然後到太空洞之後 它就 去解開 它就有太 那個太陽能的網子 就可以吸收太陽能 它裡面的結構 就可以有個攝影機 可以看著地球 有個GPS 可以怎麼樣 就是它可以所有的訓練 就像手機 你知道嗎 以前電腦上做出來的話 目前這台手機 乘用這台手機 算是最爛的 這台手機的功能 比地球的第一代電腦還強 地球第一代電腦 大概是這間教室的 三到五倍大 那台電腦還沒乘用 現在手機這麼強 讓我們可以用這個手機 去插車 可以讓人到衛星嗎 真的沒有問題 所以你知道嗎 在國外 那時候iPhone iPhone3的時候 iPhone3出來的時候 就有人 他們 那個歐洲 他們就是有一群高溫生 他們就想要拍攝 外太空看地球的樣子 他們就把那個氣球 氣象微星 氣象用的那個氣球 很多氣象偵測是這樣 他就有個大氣球 他打海氣或打氫氣 氣球飄起來對不對 他可以飄 飄到 離地大概是四五十公里 離地四五十公里 離地四五十公里 到離地四五十公里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地球這個幅形 那他就把那個iPhone 就挖到那個氣球上面 那這個可以看得到 他就把開攝影機的模式 他就一直拍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放好氣球爆他 這個有突灑 昨天說真的有突灑 他一直往上升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大概還有一個爆炸 因為氣球越來調 到外面太空大气的压力很小 就吸引口让它后面爆炸 爆炸到iPhone就掉下来 所以你要设计一个结构 让iPhone从那么高的结构掉下来之后 它不会摔坏啊 对不对 然后它要上去看Scribe就好了 没有忘录 没有忘录 你干什么 然后掉下来之后 它一直发一个GPS信号回来 到地球之后 因为它没有摔坏嘛 所以它就可以发 它就可以接通 它是用iPhone的 它都是用iPhone 它的防证跟降落船 应该有设计降落船 所以它爆炸之后 降落船打开 它的外太空慢慢掉下来 所以它有8GB的信号回来 所以耐心人家去找 把手机找回来 它就有外太空的照片了 真的假的 真的啊 这整个外太空 事实上我们讲外太空 事实上是指大地球的外围 大地球的外围 那这算是太空了 所以我们来讲就是 那目前来讲它们成功 而且它们这样做起来 它们在总化台币 应该不到5万块的成本 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所以是蛮有趣的 好 大家可以 我们要不要来做 我们也可以来试做啊 所以这手机要给它摔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